对,等你而来,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庄大姐,今年63岁,最近在长春做保姆工作。 为了今天的相亲,大姐特地去盘了一个头,而且还偷偷准备了一袋洗糖,就希望今天的相亲能有一个好结果。 按照庄大姐的要求,我们的红娘给她介绍了家住公主领事范家屯的郑大哥。 这俩人一见面感觉都不错,但是没想到的是,郑大哥一听说庄大姐现在在干保姆呢,这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要问为啥呀,这事儿说来可得话长了。 这样,咱先跟着红娘一起先去认识一下庄大姐。 阿姨,那个我现在在蜀香区火锅,太阴节金女大陆交会。 阿姨,我走错了吗? 把你抖过油了,好像。 阿姨,果然是你,你慢一点,这有个坡。 你好,我就是你的红娘,佩佩。 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我正叫车呢,慢点。 庄桂贤,63岁,现居于长春市丧偶,现在做保姆工作,月收入2800元。 咱俩不能在家拍呢? 庄桂贤。 那你现在是在这做啥呀? 做保姆。 他是个老爷子。 多大岁数了? 86岁。 就是上外边不能走,个屋基本就是能自理。 那你平时给他做些啥呀? 就是,一天散着饭,然后洗衣服,搭买卫生,给他买买菜。 还行吗?我这性格好。 我做的菜它特别合口,好吃。 然后呢,就是脾气了,性格了,在一个卫生方面,他都挺满意的。 我以前不是看老人,就是给十几岁孩子特别挑食那种的,做饭。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昨天晚上没睡好。 为啥就睡好啊? 紧张话,就是,不知以为啥,也挺期待的。 那你现在想干啥去啊? 就是想盘头。 为啥想盘头,为啥? 想接着。 从打接到我们电话开始啊,这庄义的心里,就一直惦记着是回事。 平时睡眠状态不错的他呀,这昨晚呢,紧张到睡不着觉。 今天相亲是个大事,所以啊,庄义决定见面之前,去盘个头发。 你平时都干啥呀?然后过来盘头发来的? 就有时候出于敞盘。 因为有结婚的,有我家亲属,有结婚的。 盘个头,做个头行。 原来不爱美,现在爱美了。 就是这个小老师。 但凡重大场合,庄义都得来盘个头发。 看得出来啊,今天相亲这事是真上心了。 一进屋啊,红娘就赶紧嘱咐发行师,给咱庄义好好弄个造型。 姐,我们今天阿姨相亲一天啊,给我们好好整整。 好的,一定当漂亮的。 早日找一个合适的老伴。 她们每次都整啥样头型啊? 就是,有好几种,都不一样。 就是这个,这理发师就看着我的头型啥样,她就给做啥样。 那还是人理发师厉害。 对。 记住阿姨现在的样子,一会看看阿姨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就在等待盘头的功夫啊,也了解到庄义的老家在农村。 这些年啊,为了生计,一直在长春漂泊。 从给高中孩子做饭,到做保姆,一直无依无靠。 马上就要过年了,不知道庄义有什么打算。 过年出去做。 那庄阿姨在照顾人方面,肯定是非常周到的。 。 在场的每个人,都为她加油鼓劲。 庄义自己也说出了,对新生活的期待。 今天啊,一定能成功。 现在还紧不紧张? 有,多少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现在还紧张啥呀? 没看着叔叔呢。 。 你期待她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应该是我选择的那个人。 哎呀,为啥呀? 预感吧。 阿姨平时预感什么准? 嗯,也挺准的。 70%准嘛。 哎呀。 庄阿姨的心思啊,像个小女孩似的。 这么冷的天啊,从头到脚,都是精心打扮的。 庄阿姨的这份心境啊,也是和她之前的幸福婚姻是分不开的。 可这段婚姻的结果,确实让人猝不及防啊。 一般人都羡慕我俩,就是我俩不打仗,不吵嘴。 她挺听话的,叫她干啥都干啥。 我在过生儿的时候,每年过生儿的时候都特别忙。 她就能给你买些你愿吃的东西。 年轻时生活在农村的庄仪啊,一直都是家里张张啰啰的人。 可是啊,每当逢年过节,准备小惊喜,都是她去世的老伴。 我过生儿那时候是忙的时候嘛,产地嘛。 我说没有时间过。 然后她就往家买些熟食啊,买吃的什么。 给你买蛋糕。 嗯。 那后来就是老伴去世之后,你生日咋过的? 我基本给过了。 没有给过。 对。 就是我也不想过,一过就想起了那些以前那些事儿。 所以说我就,就是,也没过过生儿。 天有不色风云,老伴的去世给了庄阿姨沉痛的打击。 他急性的脑出血,都没来到机会痣。 到医院两个小时,抢救了两个小时,一日无效,然后去世了。 总觉得她平时白天也不在家啊,就是出外干活去。 总觉得她出外干活去呢。 早晚上她不回来呢,觉得完了这一人没了。 那简直天塌一样。 不用说了。 能听得出来啊,庄怡在上一段感情中,始终被幸福地呵护着。 因此啊,也好奇,她心中所期待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人呢? 找这个另一半吧,她的身体必须健康,心理也得健康。 心理啥都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就没有那些,就是得说一些肮脏的事。 就是说咱们都是正常过日子。 正点人,真是一个,必须有工资,有房,有住房。 工资三千到四千,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花了。 别人就说是找伴,搭伴过日子。 但是我不那么想,我是找爱。 得必须有爱情,才能能什么两个人在一起过。 就是像从小夫妻一样。 我比较痴情那种。 像庄阿姨说的一样,不管再怎样的岁数,爱情都不可以马马虎虎。 对方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合适的。 凝缺勿滥,就是庄阿姨的内心独白。 为啥红色衣服呢? 喜庆啊。 觉得今天能跟叔叔成功吧? 来,派派给你拿点糖。 过年了。 这是过年了还是洗糖? 洗糖。 提前给你拿了洗糖。 给你拿糖。 谢谢阿姨。 今天就是冲红衣服。 我们去整头发了。 然后还拿你的糖,那一定要冲。 好,谢谢。 拿走了。 行行行。 这可是洗糖。 这一早上,洪娘陪阿姨先去爬了个头, 再到给阿姨加油鼓劲。 这最后连洗糖都准备好了。 浴感能有70%准的庄阿姨。 今天相亲能否和她预想的那么顺利呢? 接下来,洪娘前往了家住范家屯的郑国强郑叔家。 叔打个电话吧。 来,书,我到了。 书是我,书是我。 书是,这是那书啊。 等多半天了。 书你好,我是纷娘佩佩。 郑国强64岁 离异 现居住范家屯 四平市房产局退休 退休金2800元 住房面积43平米 本身这屋现在就25度了 对呀 有点热呀 是是 房子多大屏啊 43.5 这块是屏幕啊 你倆朋友啥的 朋友总来 就是我们单位的 退休的老朋友啥的 初以前是干啥的 以前我是房产局的 房产局的反正是把啥都干过 木星做过几年 外里也做过几年 木匠出身的郑叔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而且他对生活也是细致入微的 就像饺子啥的 都会 都会吧 你会饺饺子 平时都吃啥呀 我平时吃那个 这个是 这个是大骨头炖酸的 炖鱼 对对 这鸽子鸽的鱼 吃完鸽就自己吃 不护弄吃 不 那 这不是这个护生命吗 说话咋还有点那个 我这牙全掉了 明说话我就先磕了 因为牙的关系啊 这是 突然一下了 三十多多岁的时候 牙疼 然后主意就全拔掉了 那如果牙好的话 以前是不咳咯是不是 不咳咯 电视频 你看这个奶啥的 奶 我天天晚上 9点钟喝一袋 这个这是啥呀 这个也是那个 这都自己买的吗 都自己买 自己吃啊 香草饼 还有方便面 咋还吃方便面呢 有的时候实在不敢烫了 就是整一道 你看这从冰箱中就能看出来 正熟热爱生活的态度 牛奶摆得整整齐齐 月饼点心也都是囤在冰箱里的 晚上九点定时喝一袋牛奶 对生活的不将就 练就了她一手好厨艺 本该有着幸福晚年生活的她 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打击 养过幼稚季养过十五年 完了这鸡舍消毒 消毒完女婶 就在长春当保姆 她在长春干一个月 就跟上她儿子了 我就是我们俩二十年她没除 别说她上她哥兄弟 谁家的都没除 完了一个地方夸查 法庭来回传票 一会说我经常打她骂她 法庭到跟前来调查她的 我的事实不误 就想跟你 就想跟咱弟 然后内然我哥他们都和了呢 我哥说老弟呀 不行咱就给你手 心都不在这儿了 也只能选择放手离开 忠视憨厚的正熟啊 一心只想求的平稳 安逸的生活 往后期我又找好几个 找好几个也都是感情不合 乱七八糟的事呗 今天她明天 明天她儿子呗 给儿子或者给姑娘 你一月给三百五百 咱不说 那你上千上万的 那谁能总给企业 就这么的 我现在我开两千八百块钱 我有楼 那你说我现在我能缺啥吧 经历了极端波折的感情之后 正熟也渐渐总结出了 内心深处 渴求的人是啥样的形象了 我就是找 一方面最主要是 别比我高 我一米六十二 他最高也不能超过一米七 你为什么还不能找比你高的呀 一个是自作的二十一家福 这个女的假如 就是长得好看赖看 咱们不在乎 但是她必须她得是本她也 还是她有没有工资有没有啥 这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自己就能养了 不抽烟不喝酒 咱们还没有什么爱好 这个饭她必须她得这 俩人干点活或者啥的 这不也就是显得火 那你还想让对方就是有工作吗 不需要她干 她干工作我都尽可这样子 不让她干 我说是这个咱们 你讲话都度过晚年了 郑淑自己也说了 她的工资啊 两个人花是足够了 像做家务啊 这一类的生活琐事啊 两个人一起干 更有家庭氛围 看我这样子 要你注入有度 你讲话你乐 你要说今天说 哎呀 这食堂是什么什么好 那咱们买点吃 对不对 你想啥吃咱们 你想穿啥 咱们给你买 叔你现在期待见到阿姨吗 我特别喜欢 此时啊 阿姨也从长春 去往范家屯的路上了 阿姨 哎佩佩 我是你庄姨 哎现在在这个 铁肥学校门口呢 那行 我们现在赶紧下去啊 嗯 看看 看看行不行 快点 行 你觉得行啊 哎 这就是所谓的异常 哈哈 那我不一定 我给你啊 介绍一下啊 阿姨要叫庄贵鞋 叔叔叫郑国桥 嗯 郑先生你好 哈哈哈哈 庄女士 也挺好啊 哈哈哈哈 我感觉这件挺老实的 有九十分的 嗯 这么大 哈哈哈 哎呀 挺好 有点招人歇 你看你俩 全红衣服啊 哈哈哈 就这么巧 可不是 这咋这么巧呢 庄姨身上的红毛衣 就是为了今天相亲 特意准备的 正属啊 恰巧也穿的件红色的毛衣 这也许啊 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走走 上楼上看 走看 嗯 这是隔楼哈 啊 这个是隔楼 你这还没穿洗衣 没没没没 这屋是我自己接的 嗯 自己接的 你这是做啥仓库了呀 啊 就是以后咱们冬天搁点土豆 搁点酸的啥呢 叔叔 叔说的是咱们 哈哈哈哈 这咋子 这不就讲过来个血 来个血 在他顶上 咱俩就在下边 下边那个属于电炕 嗯啊 就是现大的电炕 这个就属于客房嘛 咱就是所谓的 咱们也互相都不牵扯 你给他在这屋 咱在那屋 对不对 这属于客厅 哈哈哈哈 他挺真诚的 我就是想进一步了解了解他 一眼看着他 哎 哎 还挺 挺顺眼的吧 叔叔还自己做菜了呢 你啊 你看看 哎呦 不要 不要 我 其实自己吃饭 这不是吗 自己 自己做的 自己捞的那个鱼 捞的鱼 嗯 这个是大骨的炖酸菜 嗯啊啊 就是反正就 我反正的 好赖能 能怼我熟吧 能加两份吧 九十二 那还行 这正熟啊 领着阿姨从楼上到楼下的介绍了一遍 话呢 也是滔滔不绝 而且啊 这会做饭的男人呢 魅力值 也是层层的往上窜呢 但同时 细心的庄仪啊 也注意到了墙上的十字绣 有这么多十字绣 谁绣呢 原先的朋友给给绣 红娘和庄仪的相识一笑 让这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了 在一个单身男人的家里 看到了几个挂在墙上的十字绣 难免会让今天来乡亲的庄仪多想一些 从他看十字绣的眼神中啊 正熟也看到了庄仪对此有些疑惑 离多年了 离现在是十六年了 后来呢 又找几个 后来找俩 就那个有一个是上网一样 后来又找一样 过能有五年吧 它是我们俩人类的东西 对这个婚宴上无所谓呢 我感觉 说过就过 说散就散了呀 也不是说恋情比较多 就说过就过了 说分就分了 就是挺不慎重的 正熟发现被庄仪误会了 赶紧解释和前任到底为啥分手的 孩子买个啥 上一楼 要咱们拿钱 那你 我不是说我跟别人 就跟我自己 这个关我过不去 关你要多少钱呢 越越要啊 原来呀是这么回事 庄仪听完啊 心里也舒服了点 正熟这头呢 看阿姨乐呵了 赶紧发力啊 千万不能错过 这难得的缘分 我退休吧 开两天房 反正有这个房子 就是这点玩意 就是我们说 就是你没有 咱们也够活 我吧 我本身没啥爱好 不抽烟 不喝酒 反正我经常 我就是溜的 要不为啥 我说咱们两千八 我够活 我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那就一个月最顺 得上四万五万 在钱财上 嫁我 那就得随我 我俩你包了 但是别的话咱咱都不敢说 好 我不是不知事 我得听他说呀 就是如果我俩真正能走到一起 那就 我就想像从小的一样 不是说是像 眼睛说什么大火锅日子 就凑我得过呀 我凑不了 看得出来呀 一直都是正熟 在自说自话 阿姨这边呢 一直都没咋直升 实际上啊 她也想听听 眼前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的合乎的人 手脸是挺干净的 你手脸 就是阿姨的感觉 啊 真的放心 给人的印象就看出来 那就是第一眼的话算是演员的吗 那就是哎呦 你说就没我们这俩自己能说 那我就 我就是你俩胖 那就是 他都不觉了 你别吓着我 他一直被吓着你 他都不觉 我要是想到我 这就是什么也 也不用谈 也不用说 老 你们啥 咱们看出来的 他感情绿 绿绿 就这一点 啥都带皮 我脾气可不好啊 脾气不好 慢慢捋 可真实了 这个孙儿呢 谁还让你捋啊 不要捋 晚上偷枪 说着说着 这俩人的话呀 是越说越近辩了 看得出来呀 正熟对庄仪的喜爱 难以掩饰 本来气氛挺好的 一直不咋直升的庄仪 主动交代自己的情况 哪真想啊 这让正熟原本 挂着的笑容 逐渐 凝重了起来 我现在打工 就是做保姆工作 因为2700块钱 做了一个 忙自理的老人 你看这个 你建议不 这个 所谓的 要是跟我俩结合 不干 多钱咱都不干 如果阿姨你要是 就不在这上班了的话 那属于说 入股就是300块钱 你多钱我不要 我也不花你钱 能不能管人家呀 我有工资我就管你吧 别干了 对我就一直去讲 不是 哎呀 咱们钱好多 但是能挣 正熟这么一说 让我们想起来啊 她之前和红娘讲的 那段感情经历 当保姆 她在长中干一个月 就跟任她饿了 听正熟的经历 阿姨也表示理解 但同时啊 她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和心理的想法 现在对工作呢 我暂时不能冷 因为过年了 暂时不能冷 得有一定了 才能冷 咱俩的得确认以后 你说你不干 就你想干 我到那时候 我还被说不要你 互相了解一下 就是说 你看皮肺平衡都不到 啥呀 你说既然选择了 都是一辈子的 你不能立马 就这样闪魂 对 既然大家都把心里话 说了出来 两人也觉得 这是难得的缘分 想再了解一下彼此 所以啊 二人决定留个联系方式 那你就留个电话吧 我说一下吧 嗯 138 138 4418 4418 那走吧 谢谢 走吧 咱们 走吧 咱们 以后你电话是常联系 那边玩的 你养发的 租一点身体 那我都会的 你也多保重 好不 好不 那咱们走吧 我给你这次照一项吧 你要给阿姨照一项 好 我给你那儿照一项吧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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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5 6 5